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的纽伦堡审判让这座城市在我朝家喻户晓 然而很多人并不了解的是 其实纽伦堡还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城 在德国历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二战末期 纽伦堡遭受了惨烈的轰炸 城市85%被夷为平地 战后人们痛定思痛 按照照片和油画 一砖一瓦地重建了记忆中的城市 所以时至今日漫步在纽伦堡的老城中 你仍然可以感受到中世纪的气息 而这份独特的历史传承 这千年以来的辛酸往事 还都得从老城北部延史上的皇帝城堡说起 德国他国民的全称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 这个国家的君主自认为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 然而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故事在这里重演 各地的诸侯主教是称霸一方 这个皇帝到后来就成为了一个 有点像各个诸侯国之间的轮值主席这么一个角色 整个帝国就有点像今天的欧盟 在这种天下大乱的氛围当中 各个诸侯和主教盘踞一方 互掐了一千多年 这个帝国前期呢 皇帝来自实力比较强大的下 说话还是有点分量 但是在始华本王朝之后呢 皇权便激促的衰弱 然后各个诸侯和主教 逐渐就行手了稳定的实力范围 然后皇帝到后来就成为了 他们之间这个权力权衡的一个产物 终于到1356年的时候 皇帝查理次世就在纽伦堡 颁布了一个叫金喜诏书 这个诏书规定了皇帝由七大选帝侯 选举产生 而且规定了选举的地点 是在法兰克福的大教堂 当选之后呢 在亚称大教堂加勉称德意志国王 然后呢 登机之后的首届国会 就要在后面的 永伦堡皇帝城堡上举行 然后你对德国这边肯定会说吧 那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 皇帝经常来纽伦堡这边开 召开国会 那纽伦堡是不是帝国的首届呢 一样 怎么说呢 纽伦堡不是帝国首届 这么讲这个帝国就没有一个固定的首届 他这个皇帝每天的重要工作就是 有几张 实际上 每个王朝都有自己的实质的首届 都是在皇帝家族的核心领域 例如说萨克斯王朝就在法兰克堡 然后呢 法兰克王朝就在斯佩洋 然后呢 哈斯瓦王朝就干脆摸到了维也纳 那纽伦堡呢 纽伦堡是1219年的时候 纽伦堡就升级成了帝国的持下室 所以说像皇冠啊 什么这种礼器 就是长期的保存在纽伦堡 就在上面 那你等一下可以带我们去 然后再领雷去玩 咱们就提了 皇帝城堡始建于11世纪 在几个世纪的修修步步中 逐渐形成了现在的规模 与后世那些华丽的巴洛克 洛克克宫殿相比 皇帝城堡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 都显得非常古朴 他自信而淡定的散发着帝国时代的余晖 我个人建议把皇帝城堡安排在下午参观 因为火烧云中的皇帝城堡尤其的惊艳 红日列长云 血染古成秋 岂在今朝末 明日又称雄 皇帝城堡其实是一个双皇蛋 靠西侧的皇帝城堡建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 一手难攻 古代想进入 那只有从东边的缓坡才有可能 所以人们就在东边的缓坡上修建了一个护卫型城堡 叫做纽伦堡城堡伯爵城堡 德语叫做Nürnberger Buchgrafenburg 这个伯爵专门负责守卫皇帝城堡 相当于宫廷禁卫军长官 这么重要的职位 当人哪派皇帝信得过的死忠来担任了 那这个皇帝当年到底任命的谁呢 这个你可能没玩过 有个游戏叫帝国诗爱二 玩过那个游戏的人肯定都知道巴巴罗萨大帝 巴巴罗萨大帝有个儿子 他成立之后 一一九一年的时候 他任命同样来自十八本地区的一个丑冷家族 来试袭纽伦堡城堡国学的这个职位 丑冷这个词 在德语里就是海关的意思 在今天 所以这个家族可是专业的门神 所以说这个家族结合任命之后 他们就改姓Towen Towen 我就把它翻译成那个高贵的门神 这个高贵的门神的家族呢 你要记住这个家族 这个家族很重要 因为七百年后 他们还在德国历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这个家族的前世是不是很大 其实应该是的 只不过呢 当年门神家族在纽伦堡过的其实并不是太开心 因为啊 他们世袭这个波浅车也没有多久 皇帝呢 就在一二一九年时把纽伦堡升格成了帝国自由式 不再受地方政府的管辖了 所以说他这个地位就变得很尴尬 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常言道是一山不容二虎 除非一公一母啊 所以说呢 这个纽伦堡市和门神家族的斗争啊 就是不可避免的展开了 与皇帝城堡指使之遥的这座宏伟建筑 今天是青年旅馆 它是由皇家马厩改成的 它的两边各有一座高塔 西边的一座曾经是门神城堡的防御塔 十二世纪的建筑保存到了今天 东北的那座塔与它针锋相对 是纽伦堡市议会为了监视门神城堡而建的 今天虽然他们都属于青年旅馆 但历史上可以说是各为其主 剑拔弩张 这家族呢就北上借机 然后来攻打这个城堡 终于在一场夜袭战当中把这个城堡给封占了 所以它把外面这个伯爵城堡 一把火烧了得干净了 所以到今天你看就算残垣断壁废墟了 几年之后啊 末奈伯爵就把废墟卖给了李伦堡市 北上却进行它的新的风景 伯兰登堡去了 历经了四百多年不屑的震撼 最终发展成为普鲁士王国 1871年的时候 靠着铁鱼血的政策 终于统一了除奥地利以外的 所有的德意志地区 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 成为了今天德国的前身 哎呀这还真是应了我刚才的那首打游诗啊 皇帝城堡像德国大多数城堡一样 漫步庭院是不需要门票的 这里需要购票参观的 就只有四处地方 一 Zinwell防御塔 下面我们就称它为大圆塔吧 二 城堡前院的水井 三 城堡内部包括行宫 帝国会议厅 还有皇家礼拜堂 四 武器展厅 先说说大圆塔吧 大圆塔是整个皇帝城堡中最高大 最显眼的建筑 它建于13世纪的下半页 据我观察它是纽伦堡老城的制高点 千百年来它十分幸运的躲过了炮火的溪里 完整的保存到了今天 说它见证了纽伦堡八百多年来的兴衰荣辱 可以说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登上大圆塔 人们不仅可以俯瞰今天的城市 而且还可以看到二战结束时 纽伦堡老城一片废墟的照片 对比今夕 警醒世人 城堡前院的这座德式小屋并不起眼 但它是城堡被敌军围困时 能坚守好几个月的重要保障 小屋里实际是一口水井 这座水井令人震惊的并不是它的口径 而是它53米的深度 相当于17层楼 也就是说整个大圆塔都可以放到这个水井当中 井底水深深达6米 看来想喝完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水井和大圆塔都在城堡的前院 而后院才是皇帝真正的新宫 历届帝国国会也是在后院召开的 城堡的主体部分是在一块天然的岩石上 依帝式而建的 最东边是皇家礼拜堂 中间是帝国会议用的大厅 西边是寝宫 而北部的部分今天是一个中世纪武器展览 古朴而别具一格的皇家礼拜堂 是十八本王朝时期的遗物 它分为上下两层 下层供陈鼠们使用 上层供皇帝和皇室成员使用 而阁楼上的小礼拜使更是仅供皇帝一人使用 上下层并不相通 上层需要经由皇帝的寝宫才能到达 而下层只能从城堡的前院进入 城堡的主体部分 也就是皇帝的寝宫 却没有大圆塔和礼拜堂那么幸运 尽管历代帝王曾经煞飞心机的把这里装饰的舒适而奢华 但这一切都在二战末期的炮火中化为了灰烬 今天的寝宫是二战后重建的作品 一楼中间部分是骑士大厅 德语叫做Rietersaal 这里就是帝国国会的举办场地 帝国国会是中世纪德国最重要 可能也是唯一的国事 各地的诸侯主教聚集在这 开个年度总结大会 其实这种场面和今天跨国公司的年度经理会议差不多 就是把分散在各地的头统们召集起来 总结一下业绩 布置一下明年的目标 看抽一下预算 顺便颁个奖炒回忧鱼什么的 作为总公司CEO 皇帝要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说 裁定大案要案或者是诸侯纷争 接见外国使节 最后大宴群臣举杯痛饮不罪不归 二楼的大厅叫皇帝大厅 德语叫做Kaiseraal 这里是古代的宴会厅 也就是帝国国会开完之后大家拼酒的地方 今天这里讲述着德国独特的皇位继承制度 1356年 卢森堡王朝的查理四世在纽伦堡颁布 惊喜诏书 确定了皇帝由七大选帝侯选举的制度 皇帝的寝宫和皇帝大厅相通 与后世那些华丽的宫殿相比 简朴的简直连张床都找不到 我不得不吐槽一句这难道是让皇帝睡榻榻米吗 值得一提的是 接待式的屋顶的文章双头鹰代表罗马皇帝 而四周是查理武士统治时期各个地区的文章 象征着帝国领土的广大 皇帝城往北部的这个武器展示 属于日耳曼民族博物馆的一个分馆 这里展示着中世纪的各式武器 这些武器虽然精美 但是与我在这儿邂逅的女皇和公主相比 都显得是那么的呆板 啊你还有一个呆板 现在你几乎是几书还是几书? 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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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几书 你几书 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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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几书 还有 三 四 你 你 consultant